眼前这群诡异的生物并非人类 它们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表 却是极度强大且危险 并且它们以人类为食 久而久之 它们被人类命名为餐种 这天晚上 金木正在和喜欢的女生约会 还不等他开口 力士便主动地抱了上来 金木还沉浸在惊喜之中 不料肩膀处一阵剧痛传来 力士竟然一口咬向了自己的肩膀 等到二人分开时 力士竟对着咬下来的肉大快躲 随后双眼布满诡异的红色 这是食诗鬼特有的标志 金木此时才反应过来 力士原来竟是个餐种 它们以人类为食 这下自己有危险了 他开始挣扎着想要逃跑 直到退到一处墙角 只见力士身后突然出现几根触角 这是餐种独有的器官 名为贺子 金木还想跑 却被一根贺子穿过了胸膛 把它带到了力士的面前 就在力士准备享用美食时 头顶上方塔掉的重物却突然掉了下来 直接将力士压在了下方 而金木也在这时陷入了昏迷 等到他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出现在了医院 因为当时情况紧急 医生用了力士尸体的器官 为金木做了移植 等到他出院之后 金木跟发小来到餐厅 面对眼前的美食 金木一点胃口都没有 反而觉得十分的反胃 强忍着不是吃了一口后 更是差点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 他勾搂着身子缓慢前进 四周都是身材火辣的美女 可是在金木的眼里 这些都变成了美味的食物 他遏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急忙赶回家后 他更是试遍了冰箱所有的食物 但无一例外 吃什么吐什么 电视新闻此时正在科普 原来有专家经过研究发现 餐种的舌头异于人类 所以吃不了人类的食物 只能以人类为食 金木想要洗把脸冷静一下 可是等到抬头才发现 自己其中的一只眼睛 呈现出诡异的红色 原来移植了力士的器官 自己竟然也变成了一个餐种 饥饿感不停地冲击着他的精神 等到他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出巷子里 前面身影传动 竟然是个餐种正在进食 而他也是被食物的味道吸引而来 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 金木又会怎么做呢 男人走在大街上 眼睛却不断地向女生调 不过他并非好色之徒 而是他刚刚成为一只餐种 还控制不好自己的能力 眼前的美女 对他来说也只是到美时 很快 他来到一处偏僻的巷子里 眼前有个同类正在大块躲营 看到金木到来 他大方地分享着手中的食物 不料下一秒就伸手一触 有个男人将他抵在了墙上 原来在餐种界 他们有着很强的领土意识 一旦同个地方有太多餐种 他们就会招来检察官的追捕 所以通常一个地方只有一个餐种 就在男人准备下死手的时候 却被身后的董香打断 他只用一招便打败了男人 还大方地向金木分享食物 却把金木吓得落荒而逃 很快 金木便再次找上董香 因为自己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自己之前又是人类 所以根本不会劣食 他祈求着董香能够帮他 此时一个老爷子出现在一旁 他将金木带回店里 并且给他递上一杯咖啡 这家名为安定区的店里 生活着的竟然都是餐种 而咖啡也是他们为数不多 能够接受的食物之一 但是远水解不了进口 关键还是得靠食物生活 店长递过一包食物 因为餐种忍受饥饿的痛苦 远远高于其他疼痛带来的伤害 而这天 发小飞得拉着金木参加社团 不料开门后 却发现里面的学长 正是那天晚上看到的男人 他误以为发小是金木带来的食物 随即一招便把阿英打晕了过去 金木想要反抗 却被打得还不了手 危急时刻 金木的赫字展现 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男人被一边倒得压制 很快就被打败了 而金木此时似乎失去了控制 幸亏董香及时出现 金木才没有继续暴走 等到金木醒来 自己又回到了安定区 店长他们收留了金木 也顺便把发小送去了医院 只是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至今还昏迷不醒 在这里 金木认识了梁子和厨师 人类世界里 有个专门捕杀餐种的组织 白旧 而梁子的丈夫就是被他们所害 这天 董香带着金木来到一处店铺 他要为金木晾身定做一个面具 这是为了避免他们在捕食室被人看到 随着朝夕相处 厨师与金木的友谊直线上升 因为他们母女已被白旧盯上 很快就要搬到别的地方去 厨师拜托金木 带着这里的咖啡豆 祭奠一下他的父亲 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咖啡 金木答应了 来到墓地后 他将咖啡豆放了进去 而里面埋藏的是厨师父亲的面具 只是金木不知道的是 白旧早已盯上了这个地方 金木的举动自然被尽收眼底 就在两子母女搬家的这天 天空下起了雨 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多雨 没想到的是 白旧的成员早已在这边恭候多时了 女人展开鹤子 巨大的身形一下子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但是一切在绝对实力面前 也都只是徒劳 等到女儿带着救兵赶到 母亲已经伤痕累累瘫坐在地上 金木死死地拽着厨师 不让他上去送人头 而白旧却从包里掏出鹤子 这还是从她丈夫身上包下来的 还不等女人说完一言 眼前的男人手起刀落 金木也只得捂住厨师的眼睛 趁着白旧成员还没发现之前 带他逃离了现场 这件事带给了金木很大的刺激 他意识到自己弱小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更别说保护其他人了 为此他找到董香 针对性地展开了训练 尽管初期的时候 金木一向训练都坚持不下来 甚至白白挨了许多打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为餐种与生俱来的战斗能力 也在此时得以展现 金木在训练过程中 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仅能跟董香游刃有余地过招 而且在危机时刻 还能展开赫子保护自己 这天晚上 金木跟着四方来到野外 而这时他才明白 安定区的食物来源 他们从不主动杀人 专门找自杀的人类作为食物 这也使得金木更能接受 而很快 他也得到了专属于他的餐种面具 当然 白鸠这边显然不会放过厨师 他们制定了一场邪恶的计划 就等着厨师上钩 安定区这边 刚刚失去母亲的厨师 并没有什么胃口 窗帘攒动 他似乎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等到董香他们听到动静打来 才发现空气中 竟然弥漫着厨师母亲的气息 他们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 厨师这边来到厨师的天桥地下 里面白布包裹着他 赫然是母亲的手臂 还不等他缅怀 白发警官老白已经出现在身后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抓住厨师 反而很享受猫捉老鼠的快感 年轻警官亚门正准备前往支援 不料却被一个黑影直接逼停 来人力量之大 车子倒摔出去滑行了好几百年 而此人正是金木 为了不让他们会合 金木一人过来拦截 他们先是肉货 随后各自使用了自己的武器 眼前情况势均力敌 长时间使用赫子的金木却突然暴走 瞬间便制服了亚门 就在他准备下手的时候 被镜子中自己的模样吓到清醒 终究没有对亚门下死守 却也使他失去了战斗力 不能再去支援了 而厨师被逼到了一处河边 这时董香也赶到了现场 他也不废话 直接展开赫子进行攻击 老白也是掏出库英克 这是利用参重的赫子做成的武器 年纪轻轻的董香 怎么又是老尖俱华的老白的对手呢 三两下便被打倒在地 就在老白准备下死守的时候 左臂却突然被斩断了 原来小厨师展开了自己的赫子 对老白发起了攻击 眼前老白还想还手 他直接削去老白的四肢 董香则是进行补刀 至此 厨师的父母之仇总算得报 三人成功会合之后 在回去的路上遇到赶来的四方 变成了四人离开的背影 经过这件事后 厨师也留在了安定区 在这里他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安定区也回到了往日的安眠 只是血雨腥风 经历过动荡之后 又怎会真正安定下来呢 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 望着眼前一切和谐的景象 金木心中有了新的较量 他会好好守护这里的一切的 电影《东京十世鬼真人版》 改编自同名动漫 原著动漫第一季上映时 汪哥还是个热血追翻的初中生 如今回过头来看真人版电影 尽管与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偏差 但是无论是剧情衔接还是电影特效 电影本身很努力去还原了 喜欢的观众粉丝们 可以再次重温一下动漫 感受一下年轻气盛时的热血沸腾吧 视频的最后 汪哥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1000-7等于几 O